你获得变身诺雅的能力 在大宇宙黑暗与光明之间进行人道主义革命 如今大谷被黑暗三人组疯狂特训 除了上厕所 没有任何休息时间 一旁星成发出疑问 难道他们是大谷的师兄姐 牵扯到什么武林恩怨 丽娜疑惑 你怎么会想到这儿 星成耸了耸肩 闲得没事要看华夏的武侠小说呗 哦 说起看小说 就一定要上棋 抱歉 还没接到 你瞪了一眼星成 给我去练飞燕号 最一次机的维修费用 从你工资扣 转眼又过去小半年 大谷除了被各种特训外 还得负责黑暗三人组的伙食 跟他们关系搞得算缓和不少 自身实力更是呈爆发式增长 而你也感受到 精华信赖者在逐渐变强 难道当黑暗走向光明的时候 我也会获得更多的光芒吗 没多久 TPC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绝景 你确定没翻译错 把大谷熬成汤 也太惊悚了吧 你赶紧让绝景再挑挑 而此时 伪装成人工智能的幽怜心理 也是跑过了一万只羊駝 把大谷变成光能 翻译成把大谷熬成汤 你们那翻译记砸了吧 两分半后 幽怜的话再次被翻译出来 将巨人复苏的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泰国咖喱 沉默 全体四一般的沉默 绝景 要不你还是把那玩意儿给扔了吧 一会儿要把大谷熬成汤 一会儿要把它做成太过咖喱 也太惨无人道了吧 突然 丽娜想到一个问题 这玩意儿不会是要特定人才能听得到吧 有道理 巨监会让每个人单独面对一次时光机 轮到大谷时 本想着又听一次自己被熬成汤 没想到 让巨人复苏的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大谷点成光 幽怜总算松了口气 还好眼前这位正主是能听懂 待消失后大谷呆呆地走出会议室 你拍了拍他肩膀 到我了 走进会议室 幽怜直接蹦了出来 你是光之巨人 也是三千万年前留下的 你微笑摇头 那您没必要参与到地球的纷争中 没必要陪我们去面对一个不可战胜的敌人 你笑了笑 我不懂 我也不想懂 但光是需要传承下去 闻言幽怜正住了 朝你深深地鞠了个躬 消失在原地 就在这时 巨监会推开会议室 严瑞已经找到迪迦之地的金字塔了 各位立刻出发 由陈副队安排人手 你当即领命 大谷 你独自驾驶飞燕一号 我和总监坐另外台飞燕一号 其余的上二号机 三台飞机当即出发 达拉姆看到后 小心翼翼地询问 我们要去看看吗 当然 三千万年了 就算见不到老朋友 看看他的尸体也是不错的 说吧 三人化作黑光飞出基地 一路上 你告诉了泽景幽怜的正确翻译 果然 我当初把大谷招进来是正确的 那怎样他才能变成光 你嘿嘿一笑 当大谷遇到致命危险时 他和迪迦就会产生感应 那致命危险从何而来 我给他的飞燕一号做了点手脚 眼闭你还朝不远处的大谷招了招手 大谷下意识举手回应 泽景无语 你个老六 没多久 胜利队找到了迪迦之地的金字塔 打算将三个巨人石像给运输回去 但 梅尔巴与各尔战也即将赶到 于是众人先上飞机对他们进行拖延 以为跟内蒙古那次战斗一样 可以轻松解决 下一秒 格尔战与梅尔巴发射光线 瞬间把胜利队给打清醒了 这俩怪兽不仅仅会养土 还会发射光线 紧忙猥琐起来 可这也让俩怪兽靠近了金字塔 没几发光线 整个金字塔被摧毁 露出三个巨人石像 格尔战一个摔尾 就把赫劳的腿给打断 梅尔巴发射光线 阿基雷斯也变成碎片 在格尔战把迪迦推倒后 唯一单人机的大鼓愤怒了 住手 看着一号机就冲了上去 救救两道光线 飞燕号引擎被命中 大鼓立刻拉动紧急弹出杆 却发现无法启动 大鼓 星辰喊的是撕心裂肺 大鼓 而在另一架飞燕号里的泽景 脸部有点抽搐 那个紧急弹出杆 是你动的手脚 没错 不给大鼓一点压力 它是不会变成巨人的 眼看飞燕号要完成第一次坠机时 一道光来到迪迦十项面前 恶战有点疑惑 啥玩意儿 怎么亮堂堂的 算了 先踩碎再说 眼壁朝迪迦胸口踩去 你激动不已 是迪迦复苏了 而且第一次是由本尊带打 果不其然 在本体意识情况下 格尔赞与梅尔巴被打的是哭爹喊娘 尤其是梅尔巴被抓住各种痛打 格尔赞肩状悄悄退后 光至空间内 大鼓紧忙大喊 大哥 刚就是这个家伙打落我的飞机 好 我给你报仇 迪迦直接一个载配疗光线干掉梅尔巴 正想去干格尔赞 发现他已经绝地三尺 眼看要溜走之际 你大喊一声 想跑 做梦 next sex 留下泽景一人在飞烟号里懵逼 卧槽 我怎么办 我不会开飞机啊 随手摸了下紧急弹出干一拉 陈平安你这个光子老六 两台飞烟号你都做了手脚 战场上 你来到格尔赞旁边 一个倒拔吹羊柳 将其拔了出来 格尔赞绝望了 有一个光之巨人 五米修夷 不远处 达拉姆突然发表疑问 卡姐 我感觉这个迪迦不是大鼓在控制 而是迪迦本体呢 稳听此言 卡米拉一愣 迪迦你这个爸爸 边骂边掏出变身器 黑色闪电席卷全场 感受到这股恐怖的暗制力量 各占兴奋了 是邪神大哥提前复苏来救我 然当他看到出现的是卡米拉时 悬着的那颗星终于死了 没错 卡米拉是黑暗巨人 但他跟迪迦那个宅种一样 都是奥特曼 喜欢打小怪兽的呀 况且三千万年前 我二舅子的三表哥的小叔子 就是被卡米拉打死的 顿时童年阴影涌上心头 而变身后的卡米拉没有理会 哥尔赞 对着迪迦一顿国粹输出 把对方给骂懵圈了 以前的卡米拉是那么的温柔 怎么变得如此暴躁 反观大谷一惊麻了 卡米拉说的词 不正是自己被训练时骂的吗 卧槽 我当初竟然在骂一个黑暗巨人 难怪队长说他有49米 一旁的你看到这一幕 也不打哥尔赞了 一把将其囊在地上 当成肉垫子坐在上面看戏 哥尔赞都愣住了 这年头外星奥特曼 都这么尿性的吗 光之空间内 大谷看到他眼里 对卡米拉露出怜惜 紧忙劝阻 兄弟 这个姐姐很残暴的 天天就知道打我 还跑到梦里来打我 我劝你别话位说完 迪迦一把将大谷掀到地上 滚一边去 那是我老婆 此时迪迦在本体的操控下 欢欢走向卡米拉 迪迦你这个狗一句话还没说完 迪迦的手放在了卡米拉的脸上 两奥就这么定格在原地 忽然迪迦既时期闪红 气氛瞬间破坏 你立刻抬手补了一道光能量 迪迦又吃冷了起来 大鼓无语 不是副队长 你是有什么大病吧 让他消散不好吗 唯有迪迦转身向你点头致敬 没等他转回来 卡米拉一把凝住起右手 然后一击段子绝孙顶 实在是太痛了 迪迦化身为武党派 缓缓地跪倒在地 你叹息一声 无敌的迪迦倒下了